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有沒有看到蜘蛛籃 前幾天買的蜘蛛籃,今天出屏了 那在我朋友的原子裡頭出屏 我準備放一些在他這裡做實驗 你可以看那個大小差很多 這個是算比較大的 而且他大的還蠻大的 你看整隻好大一隻蜘蛛 有沒有感覺像那個蜘蛛的感覺 然後他有正面跟背面 所以在種的時候正面跟背面 記得要不能把背正面朝裡 正面的時候會帶有葉子 你仔細看他有葉子 然後背面的地方沒有葉子 那蜘蛛籃是一種無葉藍的其中一種 那他其實靠的是他根部做光合作用 那因為光合作用的關係 他其實需要強光 我去查過原生種的蜘蛛籃 是會長在那種防風林的上層 上圓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需要中強光以上的環境 目前我看到原子種比較成功的 也是又利用黑網遮網的原因 然後遮網 然後直接綁在木頭上 那這種蜘蛛籃呢 不需要任何的材質 綁上去就好 然後他要一兩天就要浇一次水 一兩天就要浇一次水 如果你有造物雞蛋是更好啦 就直接放在他上面 每天固定的噴木就好了 那他所以他所需要是那種 快乾快濕的環境 可能跟他原產地的環境 有很大的關係 這水淋過去就乾掉 他的材質完全不能有任何的水的停留 所以他不能用蛇木當作一個材質 他必須要用那個木頭木板之類的 去做他的材質來源 如果你用蛇木的話呢就會爛掉 國外也有很類似蛛蛛丸這種東西 好像在那個美國的地方 有一種叫做 我們叫有一個電影叫蘭花草對不對 他有幽靈蘭 他也長得也像這樣子一樣 就是都沒有葉子 就沒有葉子 蘭花的其中一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沒有葉子 然後就靠他的根對不對 那把它綁上去以後呢 你就把它吊起來 基本上我建議是要強光的地方 中落光他會漸漸漸漸的死亡 就是你會發現他死 會死慢慢慢慢的死亡 不像我們通常蘭花就直接死掉 這蘭花的死亡都比較慢一些些 他都慢慢的死掉 越來越弱越來越弱然後就死亡 所以盡量呢就要給他光線 我朋友這邊的黃昏的時候 我測過這邊的流明 大概都還有一萬以上 所以呢他需要的環境 其實可能要在高流明的狀態 不管是豆蘭 不管是 我們俗稱的像惠蘭 就是國蘭那類的 理論上都是中低光源的蘭花 但其實他的光源 都是要持續性的這種日照 那所以他才會長得好 真的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就把它綁上板子上 你可以看一下他就是在板子上 做一個那個 全部都沒有任何的戒指 那我會拿10顆回去我那邊種 拿10顆在這邊 我朋友 10幾顆在我們朋友這邊種 那我這邊他把它分成兩個環境 一個是日照比較強的地方 一個是日照比較弱一點的地方 他如果都還有1萬以上的流明樹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綁上那個板子的狀況 好這個就是板上板子 你可以看 非常非常有趣吧 就直接把上去就好 那這個是樹皮 樹皮的材料呢 它是也是跟木板一樣 感覺很類似一樣 我把它掉在上層對不對 上層這邊的流明樹很高 就算是在黃昏的時候 都有一萬五以上 我用手機測過 那這邊流明樹比較高的環境呢 就讓它的光線比較強 那因為我朋友這邊的環境 晚上會起水器 所以會有水霧 所以呢來這裡種種看 那另外一邊就掉在後面的那個鐵絲網的下層 那個下層其實雖然說是弱光 但是其實它還是有一萬以上的流明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弱 這邊都還可以種石壺藍 種其他的藍花 你就知道說 它的環境其實光線是非常的充足的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的弱光 那所以種法是把它綁上去就好 完全不需要任何材質 不需要水草 不需要蛇木 那就是這樣種 那主要就是環境跟澆水 感謝你收看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頻道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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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